港星古天樂 9月份即將上映的新片 挑戰成為華人版的 地表最強老爸 為了尋找失蹤的女兒 飾演台辦專家的古天樂 直奔泰國 更不惜放上當地黑幫 動刀動槍上演全武行 號稱暑假黨最多產 演過許多角色的古天樂 才演這次演出吃盡虎頭 無數設計 更由洪金堡親自指導 動作戲 猶如好萊塢電影即刻救援 最終他為了尋找愛女 在異鄉不惜大動拳腳 挑戰成為華人版 地表最強老爸 我看完之後 第一個反應是眼是低得出來的 因為那場是十幾分鐘要打 因為我真的沒試過 拍這麼多動作 要磨 但是拍了兩三個之後 開始整個人進入狀態 後面拍得很快 古天樂親自挑戰高難度動作 也是他出道24年來 第一部動作武打片 片中他當起16歲少女的爸爸 雖然現實生活中 古天樂仍舊是黃金單身漢 但他說將來有女兒的話 不可以太早談戀愛 爸爸未十足 這回新片也展現他的英勇霸氣 記者許忠穎 蕭瑞昇台北島